現在來討論一下鼓刷的另一種發聲的方式 接下來這種發聲方式比較簡單 跟使用鼓棒蠻像的 就是揮動跟敲擊 看起來蠻簡單的 當你擊中了以後 你可以讓它有一點彈起來 離開你的打擊面 但是它後面有一些後續的變化 另一種方式是直接壓在鼓皮上面 我現在要試試看壓在鼓皮上面 1 2 3 4 再一次 1 2 3 4 相信你已經注意到了 鼓刷離開鼓皮的時候也會有聲音 這個跟你的移動方式有關 如果你移動的越直動作越小 聲音就越小 如果你在離開鼓皮的時候 帶著一點點 掃動的角度 就會產生比較多的摩擦 這時候聲音就比較大 1 2 3 4 再一次 接下來練習 在1的時候敲下去 然後壓在鼓皮上 在3的時候 離開 扫出一點聲音 1 2 3 4 接下來是鼓刷的第三種發聲方式 我們剛剛已經介紹過了摩擦 以及敲擊 接下來我們要試試看 結合這兩種概念 我要在輕輕的摩擦的過程當中 增加下壓的力道 這會使鼓刷的刷線 跟鼓皮的接觸面積增加 這時候 刷出來的聲音會變得比較大聲 像是這樣 如果原本輕輕的摩擦是這樣 用力的話 我們現在來試試看 先做一個小音量的音 然後做一個大音量的音 今天的練習都是一些基本動作 我們還沒有介紹到 轉圈的做法 在下一堂課裡 會仔細的為各位做說明